要掌電價 立法院開議前 黃國昌領軍黨籍立委 宣示新會期目標做C位 但是 桌上名牌下一秒突然掉到地上 黃國昌也忍不住面露驚訝 這個牌子就這樣靜靜躺在地上 直到記者會結束 而立法院朝野協商答共事 20號正式開議 但新會期遇上柯文哲 涉必案遭羈押 藍白還會繼續合作嗎 不會言開議後的趙偉選舉 還是會藍白和 雖然有網路媒體爆料 傅崑奇私下會見 藍尾魯明哲 協助民眾黨離國城 搶交通趙偉 但也一度傳出民眾黨要的 其實是涉及司法體系的 司法法治委員會趙偉 立委酸溜溜 儘管趙偉選舉藍白怎麼合 仍有得喬 但民眾黨立委張祺凱再喊話 凍結預算這件事 藍白似乎有默契 你當然是挑那些重要 他會痛的啊 司法體被凍結最痛吧 凍結給你一個機會 你把事情講清楚 交代完就是可以解凍 儘管柯文哲 必案纏身 民眾黨支持度持續下探 國民黨仍要在國會 藍白和 似乎不怕被拖累 畢竟國會表決想戰上風 還是少不了民眾黨 巴西立委 三星五周圍自由播台北採訪到